哎 我打算 要我全程 我当脚手架算了 好不好 我体谈风雨人物的时候 跟狼狼走红打 我刚开始因为 他是狼狼嘛 然后我就特别紧张 所有的运动员里面 只有我一个人是 跟 跟 跟就是娱乐圈的人一起走 他又那么有名 然后 但是我那时候 他那高跟鞋 有点偏大给我的 然后我 本来就不会走高跟鞋 就特别艰难 然后我就很紧张 然后面就跟那个 狼狼哥说 我说狼狼哥 我高跟鞋走的 不太好 我说你能不能扶着我 没有问题 扶着我 我全程扶着你 你想走多慢 走多慢 我真的 哇 不是狼狼 不是 好man啊 超绅士 穿高跟鞋太厉了 我把踢掉了 好好好 天 总说女人喜欢穿高跟鞋 这种鞋子 天呐 我一直觉得高跟鞋 对于女生来讲 是特别 真的是很残忍的 我打算全场 就让这两只鞋子 一直躺在这里 这就是你人生的标签 不走寻常的路 涛哥 他脱了高跟鞋 还跟你一样高 所以他不太好找男朋友 还真的是 是